语儿哥 首先我想说的是 你真的是YYD 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已经很难了 这一届就甭提了 难上加难 从东京到巴黎 我很清楚你经历了什么 你的伤病 你训练中遇到的困难 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但你一直在努力地坚持 备战巴黎这几年 我见证了你所有的不义 也见证了你打败一切的勇气 如今你再次创造了历史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荣耀 真的太棒了 你在我心里就是YYD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等你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招待咱们的兄弟姐妹 一起吃个饭 好好为你庆祝这一辉煌的成就 等你来定时间了 你的队友搭档兄弟林月 你们的约定是什么 能透露一下 约定 约定 吃饭 就是吃饭 晚上就 有多有没见了呀 没有啊 林月的话 初中前刚见到 但是你看啊 这封信 它说你的困难 它都看在眼里 到底有多难 到底有多苦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它都看在眼里 可能感觉就是当时受伤的时候的确是挺难受的 就是回北京队 就是没有在国家队去回北京队 当时也想过我说能不能行啊 也想过退役其实当时 然后但是总觉得对里面有还是觉得我有这方面的能力 有这方面的潜力 然后其实也在帮助我其实也是帮助我 包括也会请专家来给我康复 手术也是专家做的 完了以后呢 它也会让我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再重新的再带 您说的这次受伤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 手术的时候是在去年二月嘛 去年二月的时候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你就想退役了是吗 我想过一段时间 对 我想过 就是 就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么大的伤病 我觉得确实也就像领队说的 一般人已经不可能了 对 所以你刚才你如果大家还记得 刚才曹元是怎么回答我他这个伤病的 他说就是一个微创小手术 我要不是把话聊到了这份上 你都可能说不出来 其实当时的伤病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你甚至都有退役的想法 如果不是对里还需要你的话 可能你就已经无缘巴黎奥运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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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这嘴真难撬啊 哈哈哈哈哈哈